清晨一刻,孟昊睁开眼,走出洞府,清洗了全身污垢,直奔平顶山。 清晨的平顶山,经过孟昊这大半个月的兜售,尤其是路轰这几日的霸道,修饰已经很少,尤其是清晨时更是稀少,只有那么三两人在外盘膝而坐。 几乎在孟昊来临的一瞬,这几人顿时睁开眼看来,一个个沉默中,内心却是叹息,按道也不知道这日子什么时候可以恢复如月前的样子。 但很快,这几人纷纷一愣,他们看到孟昊居然没有进入山顶,而是在旁边盘膝坐下,闭目一动不动。 这反常的表现顿时让这几人诧异起来,相互看了看,似乎想到了什么,都有些幸灾乐祸。 时间渐渐流逝,日上三竿之时,慢慢此地之人多了一些,但毫无例外的,几乎所有踏入此地的修饰,都被孟昊这与以往不同的举动吸引了目光,纷纷猜测之下,使得这平顶山上出现了始终没有打斗之事。 莫非,昨日陆师兄的话语起到了作用,这孟昊畏惧之下,已不敢在此地兜售? 定是如此,陆师兄身为低阶弟子第一人,这孟昊岂能不怕? 让他滚,他就必须得滚。 想不到这个家伙也是个贪生怕死之辈,只会欺负我等低阶修士。 这一次,看他如何嚣张,以为不拿破旗,陆师兄就会放过他。 有些人都是这个样子,被他们强烈畏惧之人,哪怕是强强也都没有怨气,可若不认可,哪怕是温和的买卖,也都怨恨不已。 陆轰极为已久,从最早的狠辣出手到如今的强行买卖,众人尽管无奈,可都能忍受。 甚至大都还觉得陆师兄变得温和了,而孟昊入山不久,又没有强硬的嚣张,故而哪怕是温和的买卖,众人也都怨气极深。 这些话语落入孟昊耳中,但孟昊神色如常,没有丝毫变化,只是闭目打坐在公开区外,不是他不想进去,而是他的修为到了宁气四层,已进不去公开区。 众人议论之时,平顶山下走来一人,此人身着绿袍,三十多岁的样子,身色中带着威严之意,背着手,缓缓临近,正是路轰。 几乎就在此人出现的刹那,孟昊双眼,木然开合,露出一抹精芒的铜石,他的身子在众目睽睽之下站起,一拍储物带,立刻一把白色小剑出现,剑光树杖,寒气逼人。 在孟昊迈着大步及尺间,剑光随同,直奔路轰而去。 这一幕落入四周人墓中,立刻掀起了嗡鸣之声,此刻,他们岂能看不出今日孟昊并非畏惧,岂能不明白这孟昊今日竟是要寻低阶第一人路轰的麻烦。 这,竟是与路轰一战。 他们早晚有一战,孟昊杀了曹阳,且陆轰抢了孟昊生意,这一战在所难免呢。 就是没想到,这孟昊竟然真敢出手,不过未免有些自不量力呀。 陆师兄,宁气三藤多年,此战,孟昊必败呀。 几乎在孟昊起身迈出的一瞬,陆轰那里双眼同样精芒一闪,按道自己本打算今日若这孟昊再来,就斩杀了此人。 既然对方敢主动出手找死,自己成全了就是。 他冷横一声,不退反进。 在众人目光里,他身影化作大地长虹,直奔孟昊,右手抬起一挥,立刻从储物袋内飞出一把金紫色的飞剑。 这飞剑刚一出现,立刻传出刺耳剑鸣。 一时之间,金紫之色扩散十多帐外。 是陆师兄的紫阳剑? 正是紫阳剑,听说这是陆师兄当年不知立了什么功,被宗门单独赏赐之物,犀利非凡啊。 二人一个山上,一个山下,此刻急速间瞬息就临近到了一起。 轰鸣回荡间,陆轰面色一变,嘴角一出鲜血,身子退后几步。 看向孟昊时,已带金融。 宁气四层? 孟昊面色难看,自己刚刚踏入宁气四层还没有稳固,散不出四层真正之力。 方才看似简单的一击,实际上却蕴含了莫大的凶险。 他面前的一把飞剑已经出现裂痕,明显不如对方法宝锐利。 显心的一剑就要被伤到。 孟昊虽说与人打斗经验不多,但这大半年来时常入荒山寻寿,反应极快,尤其这些日子在平顶山也看了不少打斗。 此刻,在陆昊退后的一瞬,他向前一步迈去,右手在锄带上猛地一拍,顿时飞出一把飞剑。 随同之前存在裂缝的那把,两只飞剑化作两道剑光直奔陆昊。 与此同时,左手掐绝,身子向前逼近。 四周火焰之力,木然凝聚,在孟昊迈出三步后,立刻一条手臂粗细,但却足有半丈长短的火蛇骤然出现。 这火蛇灵动,出现后一声丝毫冲向了陆昊。 陆昊面色再变,来不及擦去嘴角鲜血,身子急急后退时,眼中有绿色一闪。 自存,这孟昊想来也是刚刚踏入四层,自己有法宝之力,今日一战结果未定。 若能灭了此人,倒也立刻立威,至于此人身后的许师姐,自己难道就没有靠山不成? 想到这里,陆昊目中杀鸡一闪,右手掐绝,立刻在她手中出现了一团水球,其内光彩闪耀,一甩扔出,还在半空时,水球立刻爆开,化作无数羽箭直奔火蛇。 与此同时,依照法宝锐利掐绝向前一指,立刻,她的紫阳剑瞬间飞出,砰砰如斩铁之声回荡。 孟昊的两把飞剑,竟在与紫阳剑碰触的刹那,全部崩溃碎裂开来,使得紫阳剑随着那些羽箭,直接与火蛇碰到一起。 轰鸣回荡,掀起阵阵尘土倒卷,火蛇消失,羽箭成为雾气扩散,紫阳剑倒飞回来,其上紫金光芒有些暗淡,剑刃上已出现了一道裂缝,可却依旧带着锋利。 灵气四层又如何,没有力气,杀你不难,就算是火蛇术,没有宁气五层,我看你能施展几次。 陆轰尽管心中肉痛飞剑,但表面却是长啸,身子不退反进。 你飞剑虽利,也有极致,我看你能斩多少把。飞剑,我有的是,至于宁气五层,有许师姐时常担要相助,我总会踏入。 孟浩面无表情,可内心却很紧张,这一战,才算是他真正与人斗法。 此刻身子索性不动,右手再拍储物带,立刻三道剑光飞出,竟又出现了三把飞剑直奔陆轰。 陆轰面色顿时难看起来,但却来不及多想,嘀吼一声, 立刻梦浩的三只飞剑就与紫阳剑碰撞开来。 砰砰砰,三只飞剑全部崩溃碎裂,但紫阳剑的紫芒已消彻了大半。 上面的裂缝更多,看到了陆轰心痛至极,可还没有等他有做动作,陆浩那里再拍储物带, 面无表情中又有三把飞剑呼啸而起,甩手间一条火蛇凝聚, 又一次飞出。 这一幕落入四周众人墓中,立刻一个个心神震动。 这梦浩,他竟然,竟然让陆师兄如此狼狈,他就是宁气四层了。 踏入中门才多久,居然到了宁气四层,定是四层,不然绝不能让陆师兄如此。 可他怎么修炼这么快,许师姐到底给了他什么好处? 该死他,我要是有这样的靠山,也能如此快速修行。 众人顿时翁鸣,纷纷露出难以置信以及强烈的嫉妒。 陆轰的面色这一次彻底大变,身子立刻退后,咬牙之下,掐绝向前一挥,水球再现。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,对方居然这么多法宝。 轰鸣回道,随着梦浩,三把飞剑的崩溃,随着火蛇的崩溃,紫阳剑的光芒已经暗到了极致。 但让陆轰骇然的是,陆浩那里依旧面无表情。 居然又取出了三把,剑光呼啸间一声震动,四周的巨响爆开时,这三把飞剑,随说也是崩溃。 但那紫阳剑,发出了一声飞膝的剑鸣,随之四分五裂。 陆轰双目欲裂,身子亮腔最后,喷出大口鲜血,死死地盯着梦浩。 梦浩看似面无表情,但实际上内心也是肉痛,每一把飞剑那可都是零食啊。 此刻,右手一挥,火蛇树展开。 身边火蛇嘶吼环绕,随着梦浩冲向陆轰。 他身影如红,刹那,临近退后的陆轰。 随着火蛇的嘶吼,梦浩手中飞剑在线。 剑光带着杀鸡,转眼逼近陆轰身前一仗之内。 这是你逼我的! 陆轰披头散发,衣衫沾满鲜血,他入宗门至今从未如今天这样狼狈过。 此刻双眼通红,低吼中一把撕开衣衫,露出了挂在脖子上的一个翠玉葫芦。 全身灵气不顾一切的,疯狂涌入着翠玉葫芦内。 这翠玉葫芦之王刹那刺目耀眼。 翁明间,竟在陆轰的身前半空,隐隐出现,扩大了数倍。 半人多高的巨大葫芦虚影。 但陆轰明显,修为不足以催发此葫芦,这虚影仿佛随时可以崩溃。 还没等完全成形,陆轰就喷出鲜血,身子直接倒退,面色惨白至极,但目中疯狂更胜,露出了强烈的杀鸡。 尽管这葫芦还没成形,但其内蕴含的灵压让孟昊面色暮然一变。 就在这时,那虚幻的葫芦猛然间发出巨大轰鸣,一股冲击从葫芦口内猛地宣泄出来。 成了一道粗大的绿光冲出,直接粉碎了火蛇,将孟昊身影刹那淹没在内。 这王腾飞师兄送我的法宝,本在宁气四层才可以施展。 孟昊,你既然找死,逼我付出代价不到四层施展磁宝,这一次你死定了。 陆轰凄厉地大笑起来,可他的笑声还没传开,立刻整个人如雷霆轰击,直接愣在那里。 绿光冲击着孟昊的身体,使得孟昊一连退出十多帐外。 但最终,却被他身体外一层粉色的光幕抵挡,直至绿光消散。 那光幕也随之散去,化作了孟昊手中一枚粉色的玉霈,上面已出现一道裂缝。 握紧玉霈,孟昊背后冷汗,心有余悸。 之前的一幕若非是立刻取出了那许诗节给的玉霈,怕是在那葫芦的恐怖之力下,自己必死无疑啊。 这是什么法宝? 孟昊猛地看向陆轰脖子上挂着的翠玉葫芦,身子一跃而起,临近以重伤力竭的陆轰,一把拽下翠玉葫芦,看了眼后直接放入储物袋内。 那是王腾飞师兄给我的法宝,你若抢走他,要承受王师兄的怒火。 陆轰神色内敛,身子颤抖,内心骇然至极,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葫芦,居然也无法奈何对方。 门规有定,抢到手就是己误。 孟昊内心迟疑了一下,但那葫芦太强,他不甘心送出,况且仇已经结下,难以化解。 索性内心一狠,冷眼看向陆轰。 这里不是高阶公开区,你敢杀我,你就是犯了门规。 陆轰眼中露出绝望,更有强烈的恐惧。 此刻私生喊道,这让四周之人都听得清楚。 门规孟某不会触犯,但你昨日要废我修为,今日我就废你修为。 孟昊神色平静,右手一挥,立刻飞溅瞬间,刺入陆轰丹田,毁曲经脉,摧毁对方的修为。 在陆轰凄厉的惨叫中,孟昊的身影站在那里,震慑了整个平定山。 四周修士,一个个面色苍白。 孟昊雷霆出手,果断的狠辣之意,就连孟昊自己都没有察觉。 如今已微微露出苗头,但在四周之人看去,此刻的孟昊已是平定山第一人了。 就算是在整个外宗,也定然会有其一列。 更有不少修士,回首着大半个月,隐隐对孟昊仿佛更了解了一些。 想到了孟昊居然如此修为,可依旧没有强行抢夺。 虽说杂货铺让人郁闷,但依旧算是柔和了很多。 看向他时,一个个都露出了敬畏。 这一天,整个平顶山都没有出现打斗之势。 随着孟昊的离开,有关他断了陆轰修为之势,如风般被极快地传播开来。 尤其被陆轰喊出了王腾飞师兄的名字,立刻使得此事传播更快更广。 当夜晚降临时, 外宗弟子已有不少都听闻此事。 对于孟昊的名字,立刻形成了强烈的印象。 东风,整个靠山宗最高的山峰, 其内彩霞营绕, 就算是灵气,也是其他三峰之首。 此地山顶为靠山宗内门之巅, 也是掌门和洛华的闭关之处。 当年靠山宗繁华之时, 四大山峰内门都被铸满, 宁气七层以上弟子是比比皆是。 不像现在, 唯有东风居住了许与陈两位内门弟子, 至于其他山峰内门空空。